奔赴朝鲜的战士们 来不及见爹娘 立马被拉到更残酷的战场 解放军在1995年收复一江山岛 美国人看形势不对 当即下令要用870枚核弹击退中国 在这种压迫下 中国下定决心 自行研制原子弹 紧急调集参谋长冯氏回京 于是逢时和部队坐上开往西北的列车 苏联专家查看场地 认为敦煌是理想的靶场 他们觉得没必要花这么大心力 造个千万吨级的原子弹 何况苏联有氢弹可以保护中国 一行人继续西行寻找新场地 骆驼负责扛大剑行李 部队人肉运送精密一气 顶着烈日黄沙弥漫 还得眯着眼睛辨别指南针 大嗓门当喇叭传命令 遇到缺水的情况 还要十几人喝一壶 沙漠里找到霜破烂的布鞋 是找水小分队兄弟 最后的遗物 试验的还是没能找到 可大家没有时间悲伤 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 赵就搀扶着前进 这是不是谁啊 是谁啊 所有人欢心雀跃着 奔向生命之拳 实验基地终于在此扎根 这片区域正是沙漠里 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鞋 苏联一听不乐意了 单方面撕毁协议 撤走专家 销毁图纸 科研人员一番抢救 把碎片小心翼翼拼凑在一起 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国 刘阳归国的物理才子陆光达 哪能受这样的气 洋洋洒洒在黑板上 写下一大串公事 从这儿到这儿 美国人用了六年的时间 英国人用了五年 苏联人用了八年 我们没有八年的时间 两年都没有 计算机只有一台在科学院 别的部门也极致用 我们没有别的窍门 自此研究所里 每天都是霹雳啪啦的算盘声 经费紧张 就着馒头咸菜对付肚子 不舍昼夜地计算出结果 却发现怎么都对不上苏联的数据 陆光达没有气馁 反而提出质疑 仔细翻阅资料 精密验证 证实苏联有误 理论模型终于建立 逢时立马召开动员大会 美国人 用一个小玩意儿 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 悬着苏联专家也撤走了 瞧不起我们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 就不能踏踏实实地 刮咱们的日子 将士们热血沸腾 告诉我们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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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里响起了最嘹亮的号角声 新的天地从此诞生 锣鼓喧天的欢迎研究员们到来 用最大的诚意细心招待 天还没亮就开始搭建基地 谁知第一天就出了大问题 长得像李云龙的男人 抓起水泥舔了一口 立马把意大利炮对准对面将军 将他臭骂一顿 这可是用来测试原子弹的混凝土 怎么可以掺入盐碱水 将军解释他们洗菜桃米的水 都没这来的干净 我们喝的就是这种 又苦又咸的水 人喝了这种水大不了拉肚子 但用在原子弹测试工程这坚决不行 逢时虽颜面尽湿 但晚上还是召集将士 去几百公里外拉淡水 把所有的车都调动起来 饿了 在车上吃 困了 在车上睡 人歇 车不能歇 大卡车不分昼夜 日夜兼程 往返于戈壁荒漠 面对有人偷工减料 陆光达不依不饶 坚持要把这兵团换掉 逢时表情不对 这一年里 战士们受过的苦 他晓得 又是风沙严寒 又是啃咸菜喝盐水 没人叫过一声苦 现在把人撤掉 无异于在心头上捅一刀啊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 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实验场 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 他们演算的稿纸 可以铺满整个萝卜泊 但是他们一个数据都不能错 错就造不出原子弹来 团长自觉对不住大家 站在大雨中请罪 请求撤掉团长之职 换部队留下 在振振号声中 陆光达扶正旗帜 没有再提此事 将士们明白他的意思 赶紧继续投入到建设中去 陆光达找逢时聊天 两人敞开心扉 聊到因武器落后受欺负一事 他义愤填膺地说 留学期间为了赢过嚣张的日本人 自学了五国语言 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 和爱人分隔两地 从事保密工作 这份艰辛 全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中国扬眉吐气 不再被人看不起 战场英雄和科研精英此刻达成默契 再多的争执 说到底 全是为了心爱的祖国 为了这口气 必须抛洒全部的热血 然而基地条件艰难不说 又碰上了三年大饥荒 铁路被洪水冲断 凉车没办法运输 基地的人全都饿得头昏眼花全身浮肿 大批人得夜盲症 坏了肚子 两百多人重病不起 冯氏号令将士们全力保障知识分子的伙食 陆光达不同意 施工的工地 也需要他们出牢出力 研究员并无高人一等之说 将士们有心 坚持让出馒头 自己每天煮点树叶清汤垫肚子 时不时尝点军歌加油打气 看红色电影 其实也是在看自己 挨过几天 军需车终于赶到 结果又碰上沙尘暴和大雨 将士拼了命地拉帐篷 研究员则趴在仪器上 用身体护住 大家躺着洪水转移阵地 熬过黑暗时刻 眼看工程接近尾声 原子弹实验在即 陆光达突然不见了踪影 1964年我国原子弹实验在即 主要科研人员陆光达 却陷入了泄密危机 和美国读书时的同学 在机场偶遇 就有重逢分外欢喜 外国媒体拍下照片 别有用心的曲解意图 保密局立即叫停陆光达的工作 不准参与项目 逢时很气愤 直接来北京与上级叫板 拿脑袋担保他没问题 陆光达一天不走 我一天不离开北京 上级气得发抖 责怪他善离之手 近十年的努力 几十万人的心血 就为了这一天 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 史学家因为这一天 要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分为两天 横空出世 不是你我的脑袋 能够担保得了呢 你知道吗 逢时无话可说 灰头土脸的上了飞机 谁知看到陆光达也在 原来在他走后 上级还是决定 铤而走险赌一把 也拿出担保的架势 跟上级回话 陆光达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原子弹工作 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逢时忍不住满寒热泪 说起从前的屈辱 战场上的兄弟们 被汽油炸成火人 伤员没处躲藏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牺牲 就连美国俘虏 都叫嚣着说有本事 扔个原子弹让他尝尝 应该说美国 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 就要欺负你 让你 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的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六四年十月十五日 随着一声巨响 龙银响彻大帝 也震碎了美帝的美梦 巨大的蘑菇云 展示出中国的强大实力 这朵耀眼绚烂的云彩 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 原子弹让我们打开了 外交新面貌 不再怕头上 日日悬着一把利剪 威胁着要随时打入家门 我们有了底气 才有了现在的一切 陆光达的原形是 邓家仙院士 隐姓埋名奉献28年 将青春与热血献给了祖国 让我们铭记这些英雄